在宜蘭臺七餅八點四K處 也就是三星鄉的天宋皮 通往長皮湖路段 下午三點左右 發生重大的車禍 一輛藍色轎車 不明原因逆向撞上遊覽車 因撞擊的力道猛烈 銷客車車頭凹陷扭曲變形 遊覽車的左前方 更直接被撞破一個大洞 根據檢方初步瞭解 這起事故共造成五人受傷 包括遊覽車司機及小客車 車上四人 兩車對撞後 車頭都嚴重迴損 一度造成傷者卡在車上無法動彈 消防人員獲報後 立刻用破壞器才進行搶救 目前所有的傷者移送醫院治療 詳細事故原因 人帶疫情